春节之后的万宁爽游宇宙似乎有些沉寂 但是一位朋友的私心打破了沉寂 艺术家来活了 万宁玛里奥突破了朋友们 万宁爽游下桌子了 放过桌游棋牌插手横板冒险游戏了 先尝一下吧 啊对了 麻烦刚才那位朋友把打破的沉寂赔一下 找到游戏简介 好家伙是up主无限猴自制 超厉害的 开局有三个大招 无中生有 等级越高 生成自动释放蘑菇就越多的砖块 破釜沉舟 生成和等级相当数量的马里奥一起行动 点兵点将 暂时还没搞懂具体用法 这个界面没什么变化 三条命的马里奥来到了关卡1-1 一切风平浪静 等会儿 这是什么 现阵之日 这像素点太大了 要不是近视眼我都看不清 不知道什么意思 很顺利的躲过了蘑菇怪 这有个蘑菇是可以吃的 这地面有点意思 这就是现阵之日啊 好 又来一次 哎 这次现的有点大了 合着万宁大招板 爽的不是玩家呀 点按小跳 长按大跳 这还得习惯一下 直接game over了 合着这是一条三合一的命 说没就没啊 再来 开局先选一个无中生有 砖块里挤出十个蘑菇 马里奥 哭啥哭啥都吃了 越吃越大 蘑菇怪使了个破釜沉舟 他分裂出了一大堆 跟我这无中生有专业对口 只敲点马里奥 费劲巴力 一个大跳 躲过了蘑菇怪的攻击 前面的蘑菇怪 又发起了破釜沉舟攻击 连带现阵之志 骗我踩蘑菇怪 然后把我现下去 眼神都出卖了 你们了 脚大还是有好处的 范围攻击 这是万宁版 唯一爽的地方 我说什么来着 这就是陷阱啊 地面下陷的时候 跳不起来 再来 开局使用破釜沉舟 召唤38个马里奥 这要是救出公主 一个人分不着多少 现阵之志出现了 过大坑可难了 这稀里哗啦一大堆 他可跳不起 不知道这吃手上大招 是怎么吃的 好心马里奥 半空中就死了 合着游戏的大招 比角色的还丰富 过了大坑 就留下俩小不点 公主长舒一口气 有一位突然就变大了 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目前走过最远的一次了 游戏发起了现阵之志 现在只要不落地就好 躲过了大坑 不知道马里奥 为什么突然后撤 此时前进和起跳都不好使 这么大个的马里奥 被蘑菇怪推下了大坑 前问一下 这万宁版超级马力 是游戏自己爽吧 给反派那边的大招 实在是太多了 再来一次 躲过蘑菇怪 再吃掉蘑菇长大哥 这是什么 空气强吧这是 面对蘑菇怪的破釜沉舟 马里奥使出了无中生有 多少马的脚踩 多少个蘑菇怪 这波踩蘑菇是拿命换的 又来一大波蘑菇怪 马里奥使用破釜沉舟 挡枪换命的事已经习惯了 现阵之志 连线两块地面 真是阴险 存活下来六个马里奥 一次起跳 有三位精准雕坑 剩下三位踩掉两个蘑菇怪 旗杆就在眼前了 看下落的弧线 三位屁股有点沉 总之是过关了 可喜可贺 我这么一看吧 万幸只有一关 这有点猫里奥的意思 折磨人了 万宁大